你好 欢迎收看10月10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卢宇慧 最近几天的大雨让花莲地区也都纷纷传出了淹水灾情 现场徐政委也特别前往吉安湘光华村光华一街 还有花莲市的十一大街来巡视 也未问了淹水受灾户 他也指示相关单位要全力疏通排水 让香精免于水淹之苦 一到光华一街 现场徐政委立即指示 县府建设出动集聚紧急疏通排水 并携请吉安湘工水以及清洁队到淹水区域 协助堆叠沙包清理排水沟 同理合作下已经在上午排除障碍了 道路排水得顺利宣洩到光华排水 接到淹水情况得以缓节 霍林县吉安湘光华排水上游汇集农体水利署 灌排尾水以及光华村道路雨水属于重要区域排水系统 这几年来每逢暴雨来临的时候 海岸路光华一街二街到华工六路等路段 住户都受到淹水之苦 为了解决该区域的淹水问题 欢政府积极争取经费 今年县政府已经获得 辅助办了1211年江湘光华排水应急工程 运续前期的改善位置在上游改善到光华一街到南海13街入口处 采用渠道加深方式改善范围长约2.75公尺 因原有渠道断面不足宽2.8公尺高2.3公尺 预计将对面加大宽放到4.0公尺加高2.6公尺到2.8公尺 光华一街于13街入口板桥瓶颈处 则采向喊的四方式加大改善 改善之后除了有效宣泄及降雨之外 可使道路排水有效引流排放 避免所谓高处于行程的水墙效应 回流到淹买的情况 应急工程在9月8号开工 预计明年2月完工 期盼能够改善光华、仁安、仁河等周边村林长 才能提供来淹水的问题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